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带您一起去了解 课堂上一个老师说话 一个老师就笔手语 这是香港第一批双语工农班的学生 已经五年级了 除了可以帮到龙童在学习上 用一个新的模式学习之外 也都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培养一个包容的态度 去关顾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同窗五年 听龙孩子之间早已没有隔阂 为了要照顾不同需求 老师也付出很多心力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进行备课的活动 大家就坐下来讨论 那么一边跟龙人的老师沟通 他就一边教我手语 有些字没有对应的手语 我会跟其他龙老师一起讨论出一个笔法 看如何把这个笔法发展出来 没有手语的字就用动作表达后照中文字面笔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仅龙孩子受益 听学生也得到更好的学习 有一些孩子其实他们是比较靠视觉去学习 所以当他们在这一个环境里面 如果他是视觉比较长一点点的 他们手语对他们的帮助其实也是很大 手语工融计划执行至今 不仅孩子学习进步 老师教学品质提升 甚至龙老师的表现受肯定 也纳入了学校的教职 不过随着孩子五年级了 计划也剩下一年就要结束 下一阶段该怎么做 除了这小学继续推动 孩子毕业后的未来也要考虑 他们都是很希望继续下去 所以也希望我们可以快一点 定了一个中学计划 计划成果看得到 所以已经有几所中学在接洽 执行团队期待 有更多资源挹注 让龙学生们继续在双语环境下学习 记者欧佩军 徐启峰 黄新忠 香港报道 经济到底有多差呢 来看看上班族最关心的薪水 不止没有涨 而且还下降了 根据主计处公布的最新数字 受雇员工今年一到六月的薪资 已经退回了14年前的水准 上班族吴先生踏入职场十年了 工作量逐渐增加 但薪水这几年却停滞 没有调升 觉得很无奈 我是觉得啦 随着你的能力增加之后 你相对你的责任就越来越多 可是你的责任 并没有办法换算成相对的报酬 主计总处公布最新数据 今年一到六月受雇员工平均薪资 其中包括奖金和加班费 等为48,829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0.24% 但扣除物价指数后 一到六月实质平均薪资 只剩45,199元 比87年的45,596元还要低 薪资退回14年前的水准 社会跟薪资 不能没办法平衡啊 怎么说 得透支啊 薪水当然没有成长啊 对啊 新年的生活压力很大 上班族加薪速度 追不上物价上涨 除了不景气外 劳工团体认为 这几年社会新鲜人喜新太低 大多在两万六千元左右 很多劳工他为了怕这个工作机会流失 即使这个劳动条件再差 他还是在做 所以才会造成台湾目前 事实上劳工是低薪 而且又过劳 专家认为要拉升薪资 政府得再加强扩大内需和地方建设 如果能确实执行 对国内的就业和薪资成长来说 应该会有提升的效果 记者是小青 细琴文台北报道 目前台湾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吃素 而最近在台中 有一个吃素的病人 因为脚踝擦伤到医院求诊 但是他认为胶囊是昏的 拒吃医生开的消炎药 结果严重感染 差一点就引发了败血症 医生表示 目前有九成以上的药品胶囊 的确都是从动物的皮和骨骼萃取而来 如果真的有禁忌 可以开口要求 改用非胶囊 或者是静脉注射药物来治疗 小擦伤感染 一时开力抗生素和消炎药 患者长节吃素 拒绝服用一时开的胶囊 台中一名企业老板 上个月右脚踝擦伤 小伤口最后造成严重发炎 白雪球指数破万 再慢半天就引发败血症 没有错市面上九成的胶囊 胶囊都是由牛和猪的皮骨骼制作成明胶 虽然市面上也有用枣类制成的植物性胶囊 但价格高出一般胶囊十倍 大多数的民众却都不知道胶囊还有分昏素 胶囊应该是都可以用吧 素食也可以用吧 昏的也可以用吧 属于药品的一种 并不是说鸡啊 鱼肉那类的东西啊 我以为是植物成分啊 对啊 譬如说像海藻或是 我脚吃素应该会很不舒服吧 医师也警告 不要为了昏素的问题 把胶囊里的药物倒出来服用 小心药物会灼伤食道或肠胃道 此季等佛教医院也不会特别区分 昏素的胶囊药物 如果真的有禁忌 可以要求改用非胶囊或点滴静脉 注射药物来治疗 继续回家来世杰台中报道 有很多人都知道 吸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好 但是却忽略了 二手烟对于家人健康的影响 国民健康局就调查发现 有五成的民众在家里头 面对二手烟的威胁 而其中呢 有八成五都是来自于父亲 没有深受烟害不知其利害 资深一人徐峰虽然过去是个老烟枪 但身体一向没有大的病痛 也很少使用健保卡 没想到却先后罹患 食道 骨盆 口腔 肺癌以及气管癌 他以自己离癌的治疗经验 告知民众吸烟的可怕 在几十年当中 我被侵蚀了多少 各位您现在从我身体上 可以看得出来 身上是经历到现在 是第六个癌 我现在的承受就是苦痛 就是以前累积下来的 不知珍惜 多数人都知道先有害健康 但却不清楚二手烟对家人健康的影响 根据国建局调查发现 有五成的民众在家中面临二手烟的威胁 其中父亲是二手烟制造者的比例为八成五 而暴露在充满二手烟三手烟的环境下 孩子罹患胸腔疾病的比例是远离烟害孩童的两倍 二手烟会造成家人肺癌 心脏病还有中风的风险高非常多 那么三手烟会造成儿童的白血病 小朋友的癌症 气喘和呼吸道疾病 还有像中耳炎 因为吸烟越久 对健康的威胁就越大 因此国建局就呼吁引君子 为了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应该及早戒烟 也可以求助戒烟门诊 并多吃蔬果多运动 建立规律的正常生活习惯 才能遏止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记者为了张国来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